俄羅斯又提出一個核部署或核子武器的提醒 在白俄羅斯部署的境外部署核武器 當然美軍和其他國家也有部署核彈 跟中國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台灣曾經在金門炮戰前後 美國也部署了原子彈 也有飛機可以運送 在歐洲美國也有核武器的部署 當然這些是屬於美國的基地 據聞美國有140件核武器 20枚核彈在比利時 50枚在德國 40枚在意大利 20枚在荷蘭 還有10枚在土耳其 即是說如果俄羅斯 現在說在白俄羅斯部署核彈 其實大家都是公平的 即是說不會覺得你是可以 它是不行的 所以說中俄現在的關係很微妙 現在俄羅斯在歐洲的戰場裡 都很吃力 無論是經濟 甚至軍力方面都很吃力 現在實際上 就是中俄的關係 但是會是怎樣呢 大家都從這個所謂商業角度 就說 好像俄羅斯 總理就跟我們簽了很多大單 但這絕對不是商業這麼單層的層面去說 雖然知道 有一件事 俄羅斯和中國 其實是曾經有一個戰略利益的矛盾 這個主要是建於中亞的地區 中國要搞一打一路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要很多的 經往歐洲和非洲的所謂的通道 不能夠忽略就是俄羅斯的存在 尤其是在東亞五國 東亞五國就是在這個戰略的環境來說 一直都屬於俄羅斯的後院 所以說如果中國在一個很微妙的局勢之下 如果要搞中亞的話 你就直接挑戰俄羅斯 就變成了地緣戰略的關係 就變成樹敵 但是俄羅斯之前還沒有發生這場 俄羅斯的戰事的時候 俄羅斯一向都很忌憚 因為這是幾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俄羅斯染指中亞這個地區 俄羅斯是始於比特大帝的時候 即是十八世紀 現在也在十九世紀 也攻佔了這些地方 成為俄羅斯的版圖 但是這次如果搞一帶一路 甚至是要發展東亞五國這個地區的經濟潛力 即是他們的豐富資源開賽 俄羅斯不合作 甚至基本上也不合作 那你根本就不能動 但問題是如果 譬如說這次俄羅斯戰事 已經迫到埋牆 不斷提出這個核武的訊號 一而再而三 由普京到梅德維杰夫 都再提 今次又再有一個行動 即是說其實 迫到埋牆 即是俄羅斯的工具商 工具已經很多 即是再找出來 就是核武器 當然我們不會去猜 它究竟是否有膽量 俄羅斯是有這樣的形勢 很緊急 所以現在在中亞五國 基本上也無法再投靠俄羅斯 你也不能指望俄羅斯 可以給你有什麼所謂經濟的援助 以我來說 俄羅斯就是行使它那個 所謂的集團的分工 它就在這個 東亞五國裏面 俄羅斯環境好的時候 他們受到俄羅斯的直接的 經濟 甚至沒有工業的援助 但是俄羅斯倒台之後 即是蘇聯倒台的時候 這五個國家就 不要運行 除了這個 個別的地區 還有石油的儲備 比較好一些之外 其他就是 有天然資源 但是沒有人開賽 沒有基建 所以中國一帶一路 很主力來說 一定要打中中亞 以我來說 根本就是一個 解決不了的問題 俄羅斯一定不會放你走 但是 國際的事件就是說 是大勢使然 不是個別人 甚至國家的意志可以主張得到 現在俄羅斯沒有辦法 這個中亞地區是幾百年來 很多地方是從我們中國 就是清朝的地方 就是 親併下去 蠶食我們 這些是個往的歷史 另外 在海參圍 都已經知道 中亞也有一個合作 打開了東三省燈 不要東三省的經濟 要這麼大的圈 才可以出海 所以看得到 現在中亞的關係 不是做生意 甚至是一個 或者我聲援你 甚至不容易做調停 而實際上 就是說 現在我們雖然 在亞大地區 美國是 所謂的 所謂的進迫 在經濟領域 打了經濟外交戰 另外 戰略方面 也提提 在越南 最近 跟中國 在他們有爭議的地方 有一個對詞 所以 越南指責 中方的船隻 侵犯它的主權 但是現在 中方就反駁了 中國在藍沙群島 和附屬的海邊 擁有主權 這個也是 美國 打出的 所謂的 從 激活了 第一島鏈的實力 之後 出現了自然現象 騎律賓 也是 跟中國 現在在南海 都有頻密的接觸 也是相當尖銳 所以 中國一方面 有經濟外交方面的壓力 第二 主權 或者藍沙的問題 也有壓力 但是整個壓力 只要頂得住的話 我們未來的鋪排 形勢 非常之大 因為 我們已經 經過 中亞的 中國 中亞峰會 顯示到 我們真的能夠 與中亞五國合作 而俄羅斯 也沒有 作出這個阻力 雖然 美西方 拼命去挑撥 俄羅斯 快要做了 中國的附庸 因為海參圍 你又開放 然後 中亞五國 又好像 與中國 越走越近 似乎 莫斯科的影響力 真的 縮小了 但是我真的不想說 也想說一句 現在俄羅斯 面對的最大一件事 不是這個 就是中亞 而是你如何 穩定歐洲的戰局 如果不是的話 不會三分四次 再說這個 所謂 凍核武 這個問題 這個敏感的訊號 當然他們沒有提到 要打核戰 所以我們也知道 就是 未來的形勢 不是說我們 特意要 要圖謀這個 中亞五國 而我們一打核的時候 其實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 有得 順利地進行 因為俄羅斯 是很大的關係 如果中間 一避開了你 中間的中亞五國 基本上 你不能進去的話 其實也挺麻煩 只有一個港字 但是 接下來就是 世界的局勢 整個大小的地緣政治 因為這場 2022年的一場 歐洲戰爭 可能改變了 所以我們 就是 要保持戰略定力之外 也是一方面 對著 美國的不停的挑戰 所以美國一定要 不停的去挑戰 和擾亂你中國的專注 如果你不是謀途的話 包括你那一打一路 美國還有很多方法 跟你去交勁 這些 日口將會出來 美國不會那麼容易 那麼純坦 為什麼呢 美國還是現在 作為世界的盟主 你看拜登 雖然你說他 行動 言行 也不是很方便 不過告訴你 美國 依然 是 強勢 而G7 看得出 差不多 這位 拜登 真的叫做 六角大風相 完全的形勢 他們覺得 形勢在他那邊 不過 我們覺得 形勢 長短來說 是在我們那邊 只要我們將一大陸 將我們中亞連接到歐洲 然後再跨越到非洲這個地方 整個叫歐亞非 這個陸地 這個地緣的 地緣政治的這個時代 出現的話 美國總會成是孤島 美國的鄰居 就是菲律賓和加拿大 你自己慢慢玩 你沒有辦法跟歐亞非這個大陸 這個龐大的一個社會經濟的領域 去鬥爭 還有 阿蟹地區 就是 再玩得兩玩的話 就如果真的出現這個 中美中央戰的話 我想 美國有好 最後的結局 可能就是要放棄這個 亞太地區 或者我們所謂的印太地區 所以 基本上來說 我們看到 就是形勢在我們那邊 不過 要小心一點 就是 搞屎軍 不僅是美國 搞屎軍的元祖 大家都知道是英國 英國做什麼呢 就是挑撥離間 你們陸權地區的所謂的恩怨 從而 搞到你沒有人安寧 作為孤島國家 就可以 有這個戰略利益 這個搞屎軍的品性 英國還未放棄 是 竟然間有英國的報告要求 廢除香港的國安法 嘩 你真是當自己是什麼 你當自己是什麼 是否覺得是一個 所謂 怎麼說呢 大英大國年代 我們立的國安法 明明白白 是要保護我們國家安全 我之前經常都引述 英國的 有一個MI5 那位國安部的部長 國安部的頭 叫Kan McCollum 他覺得國安這件事很簡單 你叫我們廢除國安法 你憑什麼呢 英國現在是一個什麼國家 G5 都已經叫做坐井觀天 英國是什麼呢 但英國依然在這裡發聲 當然要用巴士阿叔的理論 有很多事情爭辯的 這個什麼提出 這個國安 廢除國安法 中間之前有很多所謂叫做 人權團體 聯合國 甚至也有這個人權團體 都出聲 就說 不搞這件事 這件事是違反 什麼人權 自由等等 那大家如果用阿叔的 那個 夥緝就說 喂 你美國搞很多人權問題 你現在 這個 但問題是 國際社會裡面 不是說這些 不會跟你國際阿叔 然後巴士阿叔 你覺得 我到你了 我到你了 然後對方 就會自然而退 但是作為搞屎棍的大兄弟 絕對不可以跟你講道理 你也不需要跟他們講道理 如果我們發覺 就是現在外加部說 香港回歸26年 英方夢幻未醒的話 這個就不是 只是 諷刺他那麼簡單 怎麼說 如果作為我一個比較敏感的 時事評論員 就覺得說 如果外加部提出 英方夢幻未醒的話 我們更加要關注什麼 就是香港的內政 如果英方的夢幻未醒 不是他在發開口夢 可能還有很多活動 和很多人員 甚至在香港 是不是 想想一想 不要去巴士阿叔 又說 你究竟 英國又打阿富汗 你都叫做完全違反 什麼 不需要起巴士說些話 不需要說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我們的壓力 不是來自 我們有多少 所謂的道理 是騙過這個英國 或者不是叫做 英國發什麼夢 如果英國的夢 還沒醒的話 我們看看 打開我們香港 麻煩你徹查一下 究竟有多少 英國夢 擺在我們香港 社會的長腳 每個角落 有沒有呢 教育 傳媒 NGO 各別的人物 這些是不是就是 英國夢 擺在香港 讓它夢成 當然 很簡單 上方都說過 郭泰的事件 你需要一個比較高的層次 是要壓低現在的辯論 現在這件事件 不是叫做歧視 或者叫做一個鳳豪不當 甚至是說 內地的乘客是偷影你這些 這些滋滋滋滋滋滋 而是說我們需要真的醒覺到一件事 要應應親真建所有大企業 做好國情教育 如果需要的話 這次已經出現的話 他們的國語 或者普通話不靈光的話 麻煩真是開城布公 你們的企業有多大的所謂的魄力 麻煩你去改善它 我以前是 曾經是這間公司的僱員 即是我勞動家 我亦都在機場服務裡 反而覺得 你的管理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除了有很多守則的話 你需要教識 如何去 比如說你 對待不同的國籍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你需要有一個指引 如果所謂說 如果你們在企業裡面 發生了一些問題 就是 對國情 對中國 不僅不了解 和不尊重的話 是需要教育 就不是說你出來說 我保證以後不會發生 你怎麼保證呢 保證出來 如果你出了問題的話 你會怎樣呢 你一個人辭職 那就算了 但是中國是蒙受了 中國和香港蒙受了 和國家的關係的問題 這件事我再提到出來說 就不是說在這裡插冷飯 只不過告訴你 英國夢還沒醒 這就是外交部提醒我們 如果英國不是覺得自己 他有很多的夢 還放在香港的話 他沒有什麼抵氣 他說什麼呢 叫你怎麼設立國安法 是不是香港還有土壤 去抗拒這個國安法呢 有沒有一些人 有沒有一些媒體 有沒有一些組織 是做這方面 英國夢在香港的加固工程呢 我作為香港人需要知道 如果需要理解 你要讓我安心 對不對 不是一個就是說 喂 其實真的都 侮辱性很強 為什麼你會 英國政府會要求 廢除香港的國安法 我們會不會出一個報告出來 要你英國廢除這個皇室憲法 會不會做這些事情呢 反正來說 你這件事根本大巴開接受之餘 他還有囂張之餘 可能他透露了一個秘密給我們知道 他對香港的夢 還沒發完 不是他還沒睡醒 而是他還有很多工作 我們繼續在做 而在最近這幾件事裡面 發生了很多所謂的 亂港煽動社會 這件事就是需要國安法去掀制 也用軍情五處 Kan McCollum所說 凡是這些所謂的破壞社會安明 所謂的破壞社會安明 叫做滲透人脈 對外人員去收集香港的情報 甚至指引輿論的話 在英國來說 這算是間諜的行為 我用BBC的報導 來提醒香港的有關人士 誰還沒醒 我們要醒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自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記得按一下 多謝大家